另外大家关心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宣布8月1日截止的这个星期 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119万 在美国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到现在为止最低的一周 但是连续20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已经破8万 仍然都是历史的最高水平 而失业的劳工们高度关注下一轮的联邦失业救济宝座 共和党和民主两党尚未达成共识 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这是3月份疫情在全美爆发以来最低的每周总数 此外劳工部表示另外有65万6千自由职业者 兼职人员和其他不符合州定期失业援助资格 但又有资格拿联邦失业救济宝座的人士 也提出了失业救济的申请 牛津经济研究院美国首席财务经济学家 海西博士占西奇说 总体而言数据比人民预期的要好一点 几乎所有的州都在下降 甚至那些病毒正在死灰復健的州也有下降 不过失业人数仍保持在惊人的高水平 经济学家估计为3千万 博士占西奇表示失业人数居高不下 这个表明临时裁员正在成为永久性的裁员 而大约有3千万的失业人口 在失去联邦每月600元的失业救济补座之后 正是单靠各州的失业救济金来维持生活 而根据劳工部统计 全美各州平均下来 每州失业救济只有332.11美元 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虽然频频接触 但到现在位置仍未有包括失业救济金 在内的下一轮计划达成协议 根据主流媒体报道 两党同意在8月本周 参业院休会前一定会达成协议 共和党似乎在每个星期600元 失业救济金的问题上也有所松口 愿意考虑从原来的200提到400 但两党分歧还是很大 白宫称如果本周之前没办法达成协议 共和党可能会退出谈判 以后特朗普总统采取行政行动 目前胖幕下一轮经济刺激方案 早日出路的美国民众 只能够静观两党的最后过招 天后卫视片辑到